创世纪第十六章 亚伯兰的妻子莎莱不给他生儿女 莎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莎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莎莱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莎莱 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 夏甲就怀了孕 他见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莎莱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莎莱说 死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莎莱苦带她 他就从莎莱面前逃走了 耶和华的使者 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 遇见他 对他说 莎莱的死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 我从我的祖母 沙莱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扶在他手下 又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胜数 并说 如今怀孕 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 以什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必像野鱼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 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 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井名叫 碧尔拉海 来 这井正在加迪斯汉巴列中间 来下甲给亚伯兰生的一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 以什玛利 下甲给亚伯兰生 以什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未经许多年 未经许多年